春雨 这首曲子的内容 我们从标题上基本上可以知道了 这首曲子的音调是江南风格的 我想用江南三月春雨绵绵 这样两句来提示这个内容 我想还比较恰当的 这个曲子一共分四段加个尾声 第一段 它是慢板 里面用了很多左手的推拉 跟楼旋的这样一个手法 我们在掌握的时候要注意 把这些脂肪的谈来 表现得非常细致 使这一段很有韵味 第二段是挑轮 挑轮我们要注意 轮的一部分它是旋律 要注意它的连贯性 挑的部分要把技术性要强调 第三段它是由四小段组成的 是四种指发弹一个曲调 我们要注意音的连贯 曲调了连贯性 第四段是一个比较激动的旋律 是用长轮轮两条旋来演奏的 这里我们要注意两条旋 音量的平衡 使这个旋律很丰满 尾声 尾声是一个散板 我们在通过几个人工泛音 慢慢把那个节奏松散下来 使这个曲子恢复到 比较安静的一种境界当中去 下面我们请同学来演奏一遍 演奏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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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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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